掌握一手行情 不做二手就筛 大家好 我是小二 移民在华江北做手机的背报客 今天是10月5号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华江北最新的手机拿货行情 14 pro max 128g微版未激活的新机 有锁机技师需要配合卡贴使用 电信用户就比较推荐入手 今天全新机市场拿货行情4850 其实有锁机并不是像大家想象的那种id锁 这种锁往往都是网络锁 类似于早期中国联通中国移动的定制机 14 pro max 256g按紫色 这台电池效率还有100 是一台二手机 外观橙色的话是没有磕碰 没有划痕的 只有一点轻微的使用痕迹 因为紫色是稍微有点容易掉漆 那么这台就是一个无锁版本 插卡即用 双卡双待的 目前这种全原装的机器市场拿货行情在6500到6600 下面这台是一个无锁版本的新机 还没有开卡槽 机器还没有激活 那么这种机器相较于上台二手机 插价有300块 今天我们拿货行情是6900 这种机器就比较适合有强迫症的人使用 虽然花的是二手的价格 但是买到的是一个全新未激活的机器 14 pro max 512g 这台内存虽然比上两台都大了一倍 但是价格却跟前两台是一模一样的 我们一起来看看是怎么回事 这台机器的机矿其实还是非常好的 电池效率100 并且外观也是比较好 但是它为什么跟上两台机器的价格一样呢 大家在设置里可以看到 这两台是一个弹正品的机器 相头跟显示屏 是在官方售后换新的 其实使用起来都是一样的 这台机器 我们今天拿获是6400 最后这台三星的s22 ultra 国航版本 全员无拆修 这个橙色也是非常亮 刚刚小儿查了一下 还有一个多月的保修 三星的手机相较于苹果 就是乍一眼看 是比苹果要惊艳的 特别是这个屏幕 唯一的缺点就是不保值 这台二手 我们今天拿获是4400 好了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大家还想了解 华强美更多手机行情 可以私信小二或者放在评论区